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 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 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呢 可怜我吧 打发拉萨路来 用指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萨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萨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 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呢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 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大家好 见到你们很高兴 我是圣乐教会的 李记宅牧师 我替金基东元老牧师 和金圣贤监督 向大家问好 奉耶稣的名 祝大家充满上帝的 平安与幸福 今天读的经文中 有这样的内容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做见证 这是耶稣说的话 刚才读经文的时候 大家留心看的话 就会知道 有一个财主 每天奢华艳乐 他过得非常幸福 邀请很多人来自己的大房子里享受 他一生都是这样过的 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叫拉萨路的乞丐 拉萨路他一无所有 只能靠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在人看来 他是非常不幸的 即使浑身生疮 也无法接受治疗 狗来舔他的疮 但他可能连把狗赶走的力气都没有 后来财主死了 死后去哪了呢 经上说去了阴间 阴间是很不好的地方吧 而且该拉萨路被天使带走了 圣经这样解释人的寿命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当然现在有很多寿命长的人 但是寿命再怎么长 也很难超过120岁 但是肉体的死亡不是结束 死后还有生命 也就是复活 复活 也就是说死不是结束 会重新复生 就是死后会重新活过来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复活后的人生 问题是 复活后的人生是永恒的 我们很难想象永恒 永恒是上帝的 上帝是从永远以前 直到永远都是存在的 上帝把他的生命也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复活 得到永远的生命 但是每个人复活后的生活 天差地别 复活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圣经中有这样的话 复活后每个人享有的荣光都不同 就像这星和那星的荣光有分别一样 大家看过天上的星星吧 星星的亮度各不相同 在首尔不怎么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即使看到了星星 也不会认为星星的大小相差很大 我上一次看到满天的星星 还是二十年前在中国的东北看见的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满洲平原 有一天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抬头望向天空 我大吃一惊 我觉得自己仿佛要掉入外太空似的 满天都是星星 不是偶尔看到几颗星星 而是天空中满满的都是星星 我静静地这样看着 突然看到了云 天空中飘着长长的云 飘得非常高 为什么云会飘那么高 是因为晴天吗 这样看了一会儿 后来发现不是云 是银河 银河就像一条长长的水流一样 在天空中飘动 因为是由粒子组成的 茫茫的一片 看起来像白云 以银河为背景 有无数的星星 还有比那更大的星星 星星的大小与颜色都各不相同 就像星星一样 每个人复活后享有的荣光也各不相同 当太阳快要出来 黎明的曙光越来越亮的时候 星星逐渐消失 直到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 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了 但是月亮旁边 还有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我们称它为启明星 这颗星星非常的亮 即使别的星星都消失了 它也独自存在 再过一会儿 连这颗星也消失了 再一看 月亮也若隐若现了 就这样 太阳升起来了 干脆就看不到月亮了 就像这样 有数不胜数的 像银河一样的星星 也有用肉眼可以数得过来的 有名字的星星 也有启明星 月亮 太阳 太阳升起的话 其他的星星都会消失 就像这样 荣光各不相同 同在一个天空 但荣光却如此不同 光的亮度都不一样 同样 我们复活后的身体 所享有的荣光 也各不相同 在这地上 人的生活水平都不一样 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比喻 不是所有人 都与我的生活水平一样是吧 有过得非常艰苦的人 也有像神一样 享受荣华富贵的人 但是 人的寿命最长不超过120年 我刚才所说的 复活后的荣光 是永远存在的 问题是 得到这样的荣光 当然好 但也有得不到 这荣光的人 就像刚才 谈到的财主一样 也有在 因接受苦的人 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口渴 想要喝一滴水 但是连一滴水 都得不到 后面还有更严重的 经上说 扔进火湖里 耶稣警告我们不要去那里 并把那个地方叫做地狱 经上说 千万不要进去 因为在那里 必用火当盐 腌个人 这话的意思是 撒上盐腌制 腌泡菜的时候 要在白菜上放盐腌 就像放盐腌一样 要用火烟 必用火当盐腌个人 腌泡菜的时候 会仔仔细细的 在白菜上撒满盐 没有不含盐的地方 同样 在地狱里 必用火当盐腌个人 人会遭受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是永远的 事实上 这个痛苦原本不是为人准备的 是为大家用肉眼看不见的 堕落的天使 及明媚魔鬼的存在准备的 地狱是上帝的仇敌 要受痛苦和刑罚的地方 在上帝看来 人类站在了敌对上帝的那一面 也就是与上帝作对 无视上帝 扰乱上帝国的魔鬼那一边 也有站在上帝这边的人 他们承认 没有上帝我就无法活 是上帝创造了我 上帝是我的主人 但是站在魔鬼那边的人 则主张 我是主人 我会自己看着办 上帝别来干涉我 我能对我的人生负责 罪犯了罪的话 我应该自己承担后果呀 犯了罪为什么还去天国 如果我真的有罪 如果我真的犯了罪 那我去地狱不就好了 这是站在魔鬼那边的人 如果站在了魔鬼那边 就不得不与魔鬼一通下地狱 但问题是 这是永远的 永远的在地狱里 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呢 耶稣迫切地希望人 不要下地狱 但有些人已经决定了 要去地狱 是谁决定的呢 是人自己决定的 所以 从魔鬼的手中摆脱出来吧 继续下去的话 会灭亡 受咒诅 耶稣是怎么形容 地狱的痛苦的呢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耶稣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假如砍掉双脚 就不用去地狱了的话 那砍掉双脚反而更好 可见 地狱是多么痛苦 折磨人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 没必要去体验吧 所以耶稣来这地上 是为了劝导这样的人 不要下地狱 你们复活吧 享永生吧 耶稣为了给我们永生 不是随便说一句 你们享受永生吧 然后我们选择就行的 我们犯了罪 怎么可能轻易地 从那里面摆脱出来呢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 支付了罪的代价 两千年前 上帝的儿子耶稣 来这个世上做的事 并不是像孔子 或者释迦摩尼那样 留下哲理名言 然后离开 而是被出于死刑离开的 耶稣甚至连逃跑的 想法都没有 只是默默地接受了 他在被杀之前就已经说过 我将要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但我不会拒绝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迫不得已 才受死的 这是我的选择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对耶稣来说 受死 被杀 受死刑 是上帝给他的命令 所以他全然按照命令 接受了 耶稣也不想这样做 所以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说 父啊 我必要喝这杯嘛 求你将这杯撤去 倘若可行 求你将这杯离开我 这并不是在抱怨 而是最后一次 向上帝提建议 最后他说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这样祷告了三次 最后还是为了担当 我们罪的工价 选择受死 耶稣受死后 在坟墓里待了一天 两天 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上帝让耶稣复活了 上帝承认耶稣是无罪的 是无罪受死的 就像没有吃炸酱面 却付了炸酱面的钱 这白白付的钱 给那个人吧 其实就是给了罪人 我们本来必须要下地狱 但是我们只要接受 耶稣的功劳 就可以不用去地狱了 我们可以因着 耶稣的功劳免去地狱 进入天堂 耶稣来这世上 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 我们生活在自然科学发达的时代 生活在各种高科技发达的时代 很容易藐视这用理性 无法接受的属灵真相 但想一下 历史上那么多人 假如都是被骗了的话 那在这个现代科学发达的时代 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人们无法相信 也不会相信 但这是事实 有很多的证据 有人问 可以把证据拿出来看看吗 当然可以 但这证据不是向任何人都显明的 这是有顺序的 你先依靠上帝 信赖上帝的时候 上帝才会向你显明证据 有人说 我看到证据才会信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上帝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感到遗憾的是我们 我们要承认是我们需要上帝 并去发现真相 不然无法遇见上帝 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创造主和被造物的关系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是拯救者和被拯救的关系 但为什么我们把自己当作假方 把上帝当作乙方说 你给我看 我才信你 以这样的态度是看不到的 救救我吧 这样的时候 上帝才会显明他自己 要弄清楚顺序 让我看看我才能相信你 那这是把上帝当作自己下面的人了 而不是当作自己要释放的上帝 我相信他是我的上帝 而不是我的奴仆 我们现在迫切地想要遇见的是 不仅能拯救我 还能给我永生的至高无上的上帝 而不是仅仅合我心意 使我快乐 可以随随便便使唤的奴仆 因此 我们必须要明确知道 以什么样的态度才能遇见上帝 以自我为中心 自信满满的态度 我可以对我的人生负责 我只是来教会看看而已 我没有上帝也能活 如果有这样的心 是无法认识上帝的 今天的经文中提到的 那个财主说了什么呢 他对亚伯拉罕说 他太痛苦了 亚伯拉罕是我们信仰里的重要人物 财主对亚伯拉罕说 我有五个弟兄 但是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实相 活着的时候 并不知道死后有复活 所以请把拉撒路派到我弟兄那里去 我受了咒诅 被关在这里 没有办法跟他们说 而拉撒路被天使接到天上去了 所以派拉撒路到我弟兄那里去吧 这话什么意思 是说拉撒路将要活过来吧 将要复活吧 意思是死人要复活 财主想要拉撒路转告自己的弟兄说 我死了 死后才知道有天国和地狱 竟然有这么可怕的现实在等着我们 你们可一定要悔改 一定要遇见上帝 不能就这么死 财主想让拉撒路把这十项告诉自己的弟兄们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的呢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财主说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过去和他们说 他们怎么会不信呢 但亚伯拉罕还是说 不 必须要先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否则无法悔改 死了的人又活过来的话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 更神奇的是 这个活过来的人说 真的有天国 那么对他人来说 这个人已经死过一回的人 说的应该是真的吧 但即使有这样的事发生 人们也不会接受 为什么 首先要清楚自己的立场 在我要见的那位面前 我的立场是什么 先给我看 我就信 不是这样的立场 我们现在想见的那位 不是地位很低的 我们现在想见的那位 是高高在上的 那位比王的地位还要高 是坐在王位上的王比不了的 天地和刚才所说的星星 都是他创造的 他可以控制所有的星星 不让那些星星掉下来 他也是主管人生死或福的那位 地狱是他的 天国是他的 对那位说 呀给我看 看了我就信你 这太不像话了 在那位面前要显出我应有的态度 听从摩西的吧 那摩西说了什么呢 摩西给我们的是律法 大家所知道的十条戒 是具有代表性的律法 那十条戒里讲了什么呢 十条戒很简单 也不多 大家知道十条戒里有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做假见证等诫命 但当人面对十条戒的时候 会充满自信吗 有这样的自信吗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逐渐低下头来 我没犯过罪 这样说的人 可以看看我们国家的法典 会发现这也是罪 那也是罪 有数万种的罪 看完后会有人说 哎呀心情真好 会有这样的人吗 那么多罪当中 至少也会犯一条 没有人能在上帝的法面前 站立得住 上帝说 你们不要杀人 即使你说 我没杀过人 那律法里还说了什么呢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和一切物品 不要羡慕别人的东西 也不要想占为己有 那都是罪 我现在羡慕别人的生活环境 条件等等 我也想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都是罪 与杀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在上帝面前 无法说 我没有罪 全人类都是罪人 所以说 要听从摩西的话 那么上帝仅仅希望我们认识到 原来我真的是该死的罪人 让我们意识到这个 然后让我们绝望吗 不是的 他要我们听先知的话 先知是什么人呢 上帝教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罪人这个事实 并不是希望我们灭亡 而是想拯救我们 医生对病人说 你有病 是为了给他药 治疗他 并不是想让他不开心 同样 当我们听到有人说 你们是罪人的时候 罪人是一定要灭亡下地狱的人 对我们说这样话的人 是想把我们从地狱里拽出来 并不是想让我们心情不好 所以我们要听从先知的话 有一位想把你们从 必死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那位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派来的耶稣基督 提前告诉我们这一点的人 就是先知 所以要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只有这样才能悔改 所以我们应该先有 我是罪人 我想活这样的态度 然后再来到上帝面前 当我来教会朝见上帝的时候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以前我自以为自己是义人 这样的想法很强烈 从小就听父母的话 学习也好 也做过很多次班长 很少让父母操心 所以自己的意该会多么强啊 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认为我能以我的意来面对上帝 我是1996年第一次来教会的 第一次来教会里坐着的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 抱着双臂坐在那 而且坐在最后一排 那时我们的礼拜堂在二楼 最后一排是二楼最高的地方 我坐在最高的地方交叉双臂 乡下俯视 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圣餐主日 元老监督穿了一套白色西服 脚上穿着白色的皮鞋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穿白色西服搭配白皮鞋 看起来很奇怪 还有当时信徒们赞美和奉献等等 都让我觉得很搞笑 我就一样一样的加以判断 这个怎么这样 那个怎么那样 礼拜结束后 我对待我去教会的那个人说 你们教会太搞笑了 说了这样那样的话 全都是判断的话 我自以为自己很有想法 那时的我能遇见上帝吗 90年第一次去教会 之后我也去了几次教会 但是没能遇见上帝 从90年到92年 我就那样偶尔去教会 他们很努力地给我传福音 一直拉着我 但我最终还是认为 教会里的那些人都是骗人的 两年后 也就是92年 我终于遇见了上帝 所以再怎么去教会 如果一直以旁观者的态度 去见上帝 是无法遇见上帝的 如果不知道 我与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 也不知道我要去见谁 也不清楚自己的立场 是无法遇见上帝的 两年后 我遇见了上帝 那这两年我有什么变化呢 我的内心有了变化 我感受到 原来我是受咒诅的人 如果真的有天国和地狱 那我肯定要下地狱 也许这世界本身就是地狱 不是只有我受了咒诅 所有的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 真的太痛苦了 我的内心为什么很渴望永恒的东西呢 渴慕永恒的东西 但这世上却没有永恒的东西 这是咒诅 那时正好有人给我传道 对我说 你是罪人 但是可以活 我对这话有了反应 于是我承认 你说的对 我是罪人 然后在去教会的时候 我终于能敞开心扉地 接受牧师的话 我是罪人 如果有地狱 有天国 有来世的话 我一定要去地狱 为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咒诅 我也受了咒诅 所以当然要下地狱 但他们说我可以活 可以不用去地狱 我想活 不想这样受咒诅 结束一生 所有认真地听他们讲 他们告诉我要向上帝倾诉 不是跟人说 所以我跪在上帝面前告白 上帝啊 我现在还不认识你 还没有遇见你 但是通过他们的话 我现在切实地感受到 自己是罪人 也发现圣经早已说过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还有耶稣也早已诊断 全人类都是罪人 孔子没有这样诊断过 释迦摩尼也没有这样诊断过 但上帝的诊断是 人都是罪人 必要受咒诅下地狱 我承认 上帝的诊断是对的 我是罪人 但靠我自己 无法脱离咒诅 而上帝愿意帮助我 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让我遇见你吧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 我想要遇见上帝 我开始这样祷告 最终发生了改变 如果没有摩西和先知 人绝对无法来到上帝面前 只有先承认这点 才能接受上帝给的恩典 即使有人用挪亚的方舟 向大家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历史上真的有挪亚的方舟 在土耳其的某个山上 用挪亚的方舟的遗迹 即使有这样的科学证明 也无法让大家遇见上帝 即使科学证明确实有这样的事 那人也只是想 是这样吧 可能是真的吧 不会因此就遇见上帝 如果真的有上帝 就给我看吧 即使真的给他看了 他也无法遇见上帝 为什么 因为他不接受摩西和先知的劝勉 我是谁 我在上帝面前 我是罪人 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 生活在咒诅中 没有上帝能拯救我 求你救我吧 求你拯救我吧 只有这样才能遇见上帝 封耶稣的明珠愿 大家都能遇见上帝 不仅从众祖中脱离出来 还能享受到上帝丰盛的幸福 大家一起祷告吧 父上帝啊 感谢你让我们听见 关于上帝的好消息 我们知道 在座的所有人 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 是无法来到这里的 我们承认 我们都是罪人 是受咒诅的人 这样活下去的话 将要受永远的刑罚 我们渴慕上帝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吧 让我们拥有上帝的幸福 进入永生吧 奉耶稣的名祷告 如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无尽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引领 长于可慕得到上帝幸福 愿意接受摩西与先知的 劝勉的人同在 直到永远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